法師和葬儀社來到苗栗市 這一處便店鄉前進行招魂儀式 因為一名才出生七天的男嬰 去年十二月疑似遭親生母親溺斃 以毛毯和塑膠袋包裹丟棄草叢 二十一歲的流性女子未婚生子 擔心被家人發現 謊稱肚子大是因為長腫瘤 會前往醫院割除 但警方調查 十二月二十一號疑似被他在離家 五十公尺的土地公廟的洗手台淹死 塑膠袋套住屍體棄屍家附近草叢 詢問劉姓宇之後 任期涉犯刑法第271條第一項 殺人罪嫌疑重大 男嬰被發現時全身腐爛 除了肖推長比較完整以外 身體幾乎都被狙蟲啃食 女子未婚生子害怕被異樣眼光看待 狠心下手淹死才剛出生七天的親生兒子 實在太可怕了 連鄰居都說 經過路口都會趕到毛骨悚瀾 記者彭智民公寓的謝雲珍苗栗採訪報導 情詞 好